哈喽大家好,我是波尔文 很久没有回来广州了 今天带大家来广州方村茶叶市场逛逛 看看今年的市场行情 广州方村茶叶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茶叶集散地 也可以说是中国茶叶的风向标 广州方村茶叶市场是由大大小小几十个茶叶市场组成的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方村茶叶城 这个市场以前做零售客户比较多 而且店铺的租金也比较贵 整个市场还是非常的冷清 生意怎么样 比平时好一点点 比平时好一点 但是那些班就没有说往年那么好 没有往年那么好 按道理来说 比的低啊 按道理来说 今年现在应该是做中秋礼茶的比较多 中秋礼 对对对 往年这个时候是最多的是吧 我们都有定的这些 一套都不超过100 生意不好做 不好做 做喝茶 好 你这里是各种茶类都有一些是吧 都有 都可以定制啊那些 单位定制的那些都可以 哦 我们是13年来的 那时候13年来 13年来这个市场 然后那时候来了中庭 有的白展的嘛 哦对对对对 白展 那时候接单接很多啊 那时候人人流量很大 以前这里主要还是做零售多吗 零售啊然后你来来采购的啊 单位来采购很多啊 零售也多包括那些 珠山脚周围城市的人来拿货 也有 哦 都有 现在是越来越难受 现在都没有 很多都直接到厂 厂地拿货 我们其实也算中间三百 很多都是厂地拿货 然后 可能他们行情也差 拿货买得少 然后还有再加上这个 网络的冲击 网络的冲击 这个 方春茶叶城就这里的档口 逐渐还是很贵 其实以前刚开始不贵 刚开始的话没那么贵 后面他有一波是要收那个入场费 赞助费 对 三十万啊 五十万这样子收 对 所以就贵了 然后就存在的是转让费啊 全部都在那里面贵 对 天价转让费 以前有人闹过吗 是 人这里闹过啊 就是全部不开 然后外面集中 像你这个店也不大 也要一万多块钱一个月 有万多 算起来就单价就很高 特别高了这个 你这里应该总共也就 可能二十多面包 二十多 但是合同面积四十多 哦 你门口到对面 对面店的门口都是我的 现在算的话 很多在这里做了二三十年的都搬走了 哦 全部搬走了 现在这段时间很多都想搬走了 嗯 嗯 它这里存在都没什么太大意义 像这些 其实这个 像这个 个体经营户啊 包括传统的 这些店 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啊 其实到现在 大家都有想在变啊 市场这边查列场 然后对面市场都有在想 怎么去改变 嗯 那你们 现在 主要还是靠以前的老客户啊 呃 老客户这方面便宜是要做 嗯 然后就是结合网络电商 我们也有搞一些直播啊 也有跟一些朋友合作 他们 直播做的好 就直播供货 对我们供业货 啊 这话很大 你现在 因为现在茶市场 呃 没有是金融茶的价值啊 以前还有金融茶价值 这个市场的份额 看起来还好 对 现在都没有 那些 做金融茶 工程的 一直都没怎么做 他们现在就觉得 还不如 像我们做消耗的 像现在 对 中秋还有点货 可以出嘛 对对对 那他们行情好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看不起我们这些 觉得我们很辛苦 对 说那个 他们一件茶一流通 就多少钱 你这个 打包 这个 五斤十斤 打包的半时 才算多少钱 刚刚在对面的广州方村茶叶城 现在我又来到了南方茶叶市场 南方茶叶市场里面 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小市场 这个市场主要做批发的比较多 这条是南方茶叶市场的主干道 现在能流量也是特别少 晒了好多陈坯啊 这些是专门做金龙茶的 我们去小巷子里面看一看 做批发的怎么样 按照往年的行情 终究节前一个月是整个市场最忙最活跃的时候 但是 现在整个市场 像这些做批发的可能稍微会好那么一点点 但拼的也是价格 这条动起实路 是以前比较老的茶叶市场 现在看这个车是挺满了 但大部分都是本市场的人 我现在又来到了明阳茶叶市场 这个茶叶市场是近几年一个比较新的茶叶市场 这里比较多一些茶叶品牌的营销中心 前面就是我朋友的店 哎大飞哥 哈喽 说我玩 好久不见 现在你们做怎么样啊 现在 现在啊 对这种大环境影响下 还是有点困难的 啊 那你们现在这个品牌的走向应该要怎么走 在这个时间上 我们整个品牌的布局呢 要着重的是服务好我们现在的一些口座商啊 把第二个呢 把产品的会做的性价比更加优势一点啊 同时也在不同的媒体啊做推广啊 出入西大林去带我们的货啊 因为我们毕竟有产家的置业有上层能力 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能够做得很好啊 那是 那是 现在主要还是熬过这段时间 先熬过这段时间 对对对 我要我们再去某更好的出路 那我们先去喝茶 然后再慢慢聊 行好 今天过来方春茶叶市场带大家了解了一下传统店的零售批发还有品牌 确实因为受经济的影响 现在各行各业都比较难 现在很多的店都是靠着原来的老资源 还有自己的家底在生活 所以我觉得未来两年可能会淘汰掉很大一部分人 当然优胜劣汰本来也是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 所以越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注重品质和服务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